字幕字幕提供 你好…Joanne,你好 Pouding師傅在上面嗎 對 Pouding在上面嗎 對 好,Eric,我們待會就兵分兩路 我上去跟Pouding玩一會 你跟Joanne了解一下Pouding的情況 好嗎 好,我問問有甚麼特別 好,那我先走了 好 Pouding有甚麼問題 她其實很刺激,很刺激 Pouding,你真是Pouding嗎 如果有人到你家時 她就有機會想爬或吠 跟所有人一起 對,當我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刺激 好,如果布甸襲擊人時 她大概會怎樣 她會先坐在那裡 然後她會看你 如果你近來,她會開始展示牠 當她展示牠,你很近時 她會開始刺激,她會開始刺激 如果你的手近距離,她會刺激 先試試看,看我摸頭有甚麼事 耳朵有甚麼事 下巴呢?有甚麼事 手呢?有甚麼事 沒理由的… 說到Pouding又惡又咬人 如果真的生人密緊 早就咬了我吧,是嗎 我回來了 你好,你好 完全是廢話兩聲歡迎我們 每個人都嗅嗅 又讓我摸,又撩我玩 Joanne平時 Pouding會有甚麼反應呢 你回到這裡 這邊 我進去吧 好 好,Joanne抱了Pouding上大腿 我走過去跟主人交流一下 看看Pouding會否跟剛才有甚麼變化 好嗎 好 就像日常般 可能我遞一些東西給主人吧 你… 喂,甚麼事?為甚麼會這樣 幾分鐘之前,我和你很友善 為甚麼Joanne一出現 一坐在她的大腿 你就會變得這麼恐怖 好嗎 坐下,可以嗎 坐下,有嗎?我坐下,可以嗎 好,很害怕 我站起來,可以… 除了我這些陌生人 Pouding還有一個主要的攻擊對象 就是Joanne的爸爸 他天天威風她、照顧她 但一樣沒面子給她 可以 找來的時候,有時… 我女兒在家裡 我走到旁邊就是這樣 我走到旁邊就來了 很奇怪,我不知道為甚麼 很兇… 不吃了 其實Joanne已經結婚,搬出去 照顧Pouding的責任 就是由爸爸負責 平日也算是無事無缺 但每次Joanne一回來 Pouding就立即像撞斜一樣 反過來,不斷兇爸爸 走近一點,也想咬他 好,可以慢慢咬 好 為甚麼會這樣 他現在整個概念好像隔著你 現在他好像看守著 有甚麼經過,就會趕他走 他在家裡基本上很可愛 如果你不存在的時候 但很有趣 但你回來的時候 他好像變成另一隻狗 因為他開始有工作做 現在的工作就是甚麼呢 他保護著你 一看到Joanne回來就… 即是要上班的意思 對,要做這個 他的模式立即要穿 原來Joanne的出現 正正撻著了Pouding的護主模式 立即對所有人都起床 所以Eric首先要做 就是轉變Pouding 現在的思考模式 我們大家都不敢說話 因為感覺到Pouding會隨時咬Eric 緊張一下,又放鬆 我要… 其實我想他感覺到 如果我不是去襲擊他 我要讓他知道我可以進來這裡 這部分是最好的 如果他整個頭慢慢平衡 趴下了 即是放鬆了 對,讓你這樣接觸得更多 這次你會看到我做的方式 跟Pouding…Pouding是很想保護你 但相對地,我們很慢慢介紹 給我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跟我們開始對我們沒那麼大戒心 我們做甚麼,你發覺是容易了 而我們大部分進來的會害怕 我們會很害怕 但一開始不會害怕 因為看到其實他很有趣 但突然Joanne在這裡就突變 她之前發出很多負面的能量 究竟Joanne怎樣釋放出 令Pouding攻擊人的負能量呢 大家留意到嗎 Joanne跟Pouding在一起的時候 不知道有心還是無意 她也流露出無助 甚至是惶恐的表情 看到嗎 有時她直接雙手放在後面 逃了一行 這種消極的態度 就是令狗狗不安 對外界產生戒備的源頭 對於Pouding,Joanne是中的 爸爸是間的 因為Joanne爸爸每天照顧她 但從來沒有認真表現對Pouding的愛 所以Eric就要教爸爸 如何溫柔地摸一下Pouding 讓他們重新建立關係 我想你嘗試很平靜地慢慢蹲在這裡 不要…不要弄她 不要動手,不要動 她現在是看著你的,看到嗎 剛才那些… 對,剛才那些… 她看著你這樣 你一動,她就有機會咬你了 現在你摸她吧,信任一點 對了 其實我想她多點記得 你會這樣疼她 她覺得過去她要先把你趕走 你先把你趕走,你要尊重她 你要問她,我可否進來你的空間 而且如果我養你 你就一定要她喜歡我 也要尊重大家 不是的… 所以在動物的世界 你只餵飯或帶她去玩 不代表她會聽你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 就是想布丁知道 我們大家在這裡 每個人都會疼愛你 你不要去吧 爸爸要學習如何表達愛 相反,Joanne就要學習如何控制自己 不要過分關注這隻狗狗 你就不要理他了 總之…他會保護他 有人來去保護他 女兒先走遠一點 好,走遠一點 你的空間就會大一點 女兒不可以做任何事情 叫他或任何事情 他當作沒事走開而已 他跟著他 如果他跟著他 如果他太多就叫他走開 不,趕他走 他又不走 不,你當你進去等 你慢慢就會做到 現在你在看這個畫面,不走嗎 你在看以前的東西嗎 是… 其實這次最困難的就是… 例如男主人 他經常想起以前 以前是會有的 但我們永遠都要學會 新一頁的動作 女主人又要懂得如何處理整個案 我們三個四角 我們三個有共通的語言 大家明白了的時候 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好,我們剛才講解了一次 不如我們現在重演一次 譬如Joanne回來或爸爸家裡 回來的時候 應該如何對待Pudding 有甚麼反應 好,好 看看他會做得如何 謝謝 好 好,請進來 Joanne,記住 不如我們不想 會不停衝過來 你不要理會他 先坐 好 好 說吧 好,等一下 因為牠在說… 如果牠在說那隻狗 牠就不要過來 對 好,很好 對 媽媽,你看牠現在開始留意你 可以嗎 是 但你不用理會他 你跟阿呂聊天 是 回來吧 等等… 對,站在那裡 不要緊,保持住… 你當沒事就行了 不用…不用看著他 不用理會他 對 我要留著他 你不用走他 不用… 如果牠現在做一些推去或行為 就會支持 試試你起床 對… 為何現在跟我… 站在… 好,站在旁邊 對 現在牠就變成了不會支持 沒有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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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女兒保護你了 知道嗎 這樣就變成她的兇狗 很貴… 對 而反過來 爸爸就要快點摸一下Pouding 給他多點愛 兩個人對Pouding的態度 也要重新調整 你看,Pouding的頭仔 看來看去 一直留意他們兩個的關係 看來他已經感覺到 這個父女是同一陣線 爸爸是自己人,不用再兇他了 過來一起摸他 我想問你一件事 有試過一起摸他嗎 沒有 多久沒有試過 今天…今天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是 從來沒有試過 兩個父女一起摸他 摸到也會咬 現在… 再一次,看吧 我覺得Eric這次最成功的 就是改變了做爸爸的思維 可以令比較固執的爸爸 忘記Pouding的惡幸 用新的方法跟他相處 的確是不容易 爸爸,要坐下來嗎 可以 好 現在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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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為甚麼 我也不知道 為甚麼 現在好像認識我 好像… 其實他認識你 其實他認識我 好像一家人 現在知道了… 他也是我一家人 不是我養他 就是一家人 我也希望他沒有那麼兇 剛才看到Eric 怎麼跟他共處 我覺得真的是可能的 因為我們這個概念 真的在我的腦裡已經四年了 所以沒有去想過會有一個突破 好